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今天我们来煮红豆汤 在我们开始煮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喔!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字幕喔! 煮红豆汤的主要食材有 红豆 橙皮 还有石蜂糖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匯列在说明框中 咱们开始煮吧! 首先我们来处理红豆 加水 将红豆清洗干净 再次加水 浸泡红豆至少4个小时 盖上保鲜膜 将浸泡4个小时后的红豆放入冰格过夜 第二天,取出冷冻红豆 放一旁备用 取出橙皮 将橙皮稍微冲洗 加水浸泡冲洗后的橙皮 浸泡直到变软 把冷冻红豆放入一个锅里 加泡软的橙皮 加泡软的橙皮 然后加水 盖上盖子 记得要留一点缝隙 开大火 开大火将水煮滚 水滚后转中火 继续煮 约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加水 让汤没那么稠 加入十分糖 搅拌直到糖融化 再次盖上盖子 还是要记得留一点缝隙 继续煮多15分钟 15分钟后 你可以看到红豆都煮开了 就是说红豆已经煮熟了 取出煮软的橙皮 这样红豆汤就煮好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红豆汤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喔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